11点33分我们回来关心最新消息 是一名大陆籍男子 前天到警局来控告说 自己被海巡署人员闯入民宅 只不过是要求要出示证件 还被殴打 甚至还被上了手铐来拍照 严重侵犯了人权自由 最新情况再给记者游文琪 好的主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 海巡人员是穿着的便服走进电梯里 那么事情是发生在八天前 也就是一号下午 那么一名大陆籍的张姓男子呢 当时是在桃园的住家吃饭 突然有四名的海巡署人员呢 冲进了屋内要找人 那当时呢 他要求对方要来出示证件 这四名海巡署人员呢 是拿出了证件 就在他眼前晃一晃 那他自己也没有看清楚 要求再看一次的时候呢 海巡署人员竟然就对他 标骂脏话 甚至还动手打头有三四次 那么对他拳打脚踢之后呢 又叫他蹲下来上手铐 并且是拿出相机拍照 行径是相当夸张 那这四名海巡人员呢 在二十分钟之后 还找不到人 就帮他 才帮他解下手 靠扬肠而去 那这名张姓男子呢 是非常生气 他是在前天的时候 到警局来控告 认为海巡署人员侵入民宅 甚至还妨碍自由和伤害 那么警方的说法呢 他这四名的人员呢 是北上来查气逃意外了 但是海巡署目前 都还没有出面说明 以上是目前为您掌握的 最新情形主播 我 我 好